兩國共產黨造的領 강 請客長選舉��려中國共產黨造成二十四十多次 你們參與的是個非法集結 請你們馬上離開 政府公安條例245參與的是一個非法集結 請你們馬上離開 維園公園離開 你們已經方法公安條例 所有人士方法罪行 你們正在參與的是一個非法集會 你看到後面 馬上停止進入他們的融星期間 所有權集會 無傷警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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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權集會 警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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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 我們今天要採訪的就是機場大叔陳先生 所以我們很感謝你 接受我們看中國的採訪 首先我想請大家做一個介紹 大家好 我是機場大叔陳振哲 現在是大埔區臨村谷的區議員 亦都是立法會選舉 區議會功能組別1的候選人 大家都知道你是機場大叔 其實你是白頭髮 有些人都形容你為機場白髮大叔 其實我之前都不知道你有多少歲 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紹 你的頭髮是否很早起都白了 其實你好像年紀都不是很大的 年紀不是很大 但我都不小 頭髮就很早都白了 中學已經開始白頭髮 所以都習慣了 機場大叔那件事其實都經過了一段時間 其實但是你這個機場大叔的現象 就比較新入民心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這件事過了這麼久 其實被你自己留下最深刻的現象 會是些甚麼呢 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香港在一些情況底下 其實都需要有些人走出來為香港做些事 情形就好像在機場當日 需要有些人走出來做些事 如果剛好在那個位置就要走出來 也正如現在香港的情況 立法會選舉 香港需要有些人走出來 那我就走出來 最深刻的就是我估計 我的出現是令到有些人是因為我的出現 是免受傷害的 我是保護了一大堆人的 而事實上那一晚 在我離開了之後 另一個場景 有警察跌槍 有相當大的衝突 其實這個就是正正 給我感受最大的就是 在適當的時候就要走出來 保護身邊的人 而事實上我也做到 是否出自這個例年 你參與了區議會的選舉 現在你又要去參與立法會的選舉呢 是啊 其實當大家在身處的環境 看到有需要自己出手的地方 那就要挺身而出 那可不可以講一講 現在你都報了名有幾天的了 那現在你這一排 在你選戰的方面 你在看著什麼呢 在看著的都是去跟選民去溝通一下 因為我參選的是一個區議會的功能組別 而事實上整個區議會的功能組別 所有的選民加起來都是四百多個的 那有部分是建制派的 那大部分是民主派的 那其實這個組別呢 我覺得是可以每一個的選民 我都去接觸一下 跟他們去溝通一下 的 多少個啊 很難這樣說 因為有些就 就見過不止一次 那有些 有些代表來見 又不是所有人來見 那但是可以說 相當大的部分都見了 反應方面 當然也都不會說一面倒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都有不同的參選人走出來 但是我就很感謝那些同事 都願意抽時間 盡他們公民的責任 去了解一下那些候選人 以致他們做選擇的時候 不會說在一邊 就是有些人跟我說 他可能提名了其他人 他未必肯見你 那我感謝很多同事 就算他提名了其他人也好 都仍然願意花時間 來跟我去傾談 去了解一下我的想法 原因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想像 就是我們一個公民社會 我們去教育我們的選民 我們自己出來選區議會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我們的選民 去聽一聽我們在說什麼事情 先去做個選擇 而事實上現在他們做了區議員 他們都身體力行 做回相當的事情 去了解那個候選人是什麼情況呢 所以這個是一個公民教育來的 如果很感謝我的同事 就是其他區議員 很多都很肯做回公民的責任 去花時間了解這個選舉 了解這個選舉的候選人 他們的想法是怎樣 他們的態度是怎樣 以至他們第一天真的投票的時候 做了一個選擇 就不只是講自己最初的印象 而是真的肯花功夫 花時間去了解 在這個界別之中 雖然大家都知道 法民瑜派的選民 他原有380多個 對法民瑜派的陣營來說 是比較有優勢的 但今次又看到有幾個 都是屬於自己同一陣營 就是民瑜派的陣營的人 去報名參選 其實你已經在這方面 你覺得自己有什麼優勢 可以優勝過其他的候選人呢 第二 我都想問問 你今次參選的陣營 理念又有什麼業 就是不同之處呢 我猜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優勢 八個參選裡面各有長短 我自己的優勢就是 我營商的經驗比較豐富 而今次我們選舉 立法會這個界別的選舉 普遍的共識 這個基本上是普遍的共識 不單止是區議員同時之間的共識 而是很多大部分的市民的共識 就是這個區議會一這個位置 其實是給數人去 希望數人去當選 因為為什麼呢 香港現在是一個困局來的 而香港這個困局 需要一些破格 需要一些破局 而我們也知道 香港這個困局 我們作用舊那一套 未必是處理得到的 民主選舉最好的地方 就是有些困局 我們透過選舉 去解決這個困局 我們透過選票 透過我們民眾的聲音 去表達這個訴求 這個什麼訴求呢 就是一個求變的訴求 我們知道原有政黨 原有那個政治人物 有某些地方 其實公眾是不接受的了 或者在這個時代背景下 是發揮不到的作用的 所以那個求變 或者那個改變的心態 其實是很強的 我們看到初選的時候 六十幾萬人投票的取向 我們知道這個位置 很希望是數人去擔當 因為用一個新的思維 帶入這個議會裡 所以在我自己來說 我是一個數人 另一方面我年紀 亦都比其他的數人大 這個亦都是另一個特出的地方 就是我是老數人參政 是數人 年紀比較大的數人 或者是老數人 OK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告訴全香港人 亦都是全香港人告訴大家 這個運動 從去年到現在的這個運動 不單單是年輕人的 不單單是一缺人的 而是整個香港 老中青都有的人去參與 而事實上 不要因為自己的年紀 無論你是年輕也好 無論你是少年也好 你是中年 你是老年 其實都有你的位置 我走出來正正是告訴大家 大家也告訴我們 就是這個運動 不單單是年輕人的 是所有年齡階層 所有香港人 共同的運動 民主是什麼呢 民主擁抱多元 我們不要獨裁 我們不要單一 我們不是在搞一個政協的會議 是吧 選舉 因為是香港這個形勢搞到 就是好像一定的協調 走出來才有個正常的選舉 其實選舉 本身民主選舉就容納多元的 既然在區域這個位置 民主派基本上是佔了大多數的時候 有這樣的能力 有這樣的實力 去容納到不同的聲音 一起去爭取選民的支持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好好的 用這個來做一個示範作用 告訴全香港人 選舉可以是多元的 可以是大家良性競爭的 是君子之爭來的 絕對不是打黎章摔角 是吧 以前有些選舉和某些派別 例如建制派那些他們會 黎章摔角來的 互相去揭一些倉疤 或者抹黑對方 香港人不要這些東西 香港人很成熟 是吧 我們是一個君子之爭來的 我們怎樣去描述自己的立場 自己的看法 如果認同這個立場 這個看法的 就是會投你票 我們無需要去抹黑地方 也不要去抹黑地方 大家同路人 何苦要相殲太急呢 是吧 沒有必要的 我想問大家現在都很關注 你有沒有簽了扣認書 是 我想有的 選區議會的時候我也有簽 這個我不覺得值得放大議題來的 現在大家都知道 簽了扣認書和未簽扣認書 都有被DQ的 是啊 你怎樣看現在立法委 有十幾個都已經被DQ了 可能不排除還有更加多的人被DQ 其實你自己是不是不在這個離區之裡呢 我也不知道我會不會被DQ的 其實你現在看到這個政府 其實它DQ無底線的 你不知道它什麼事 什麼原因DQ的 出來講的理由 明眼人都知道 那些根本不是理由來的 那你只不過對著一個 我們叫unpredictable的政府 你不可預測的這件事 我們對著一個不可預測的政府 那你不能用常理去理解它 那就不要用常理去理解它 那你現在有沒有官司在身上呢 我有的 我還有一個刑事的案件 在法院排期去處理的 就是去年11月的時候 在我們一個選舉的集會 一個濫捕的情況 有可能有一天你都被DQ了 我猜有心理準備 但是你用什麼態度去面對 就是平常心面對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你不能夠太過 太過去反應太大 既然你現在沒有辦法去處理它的事 既然你現在也沒有辦法去預計 因為這個是一個不可預計的政府 那你只能夠當它沒有發生過 放在一邊專心做好眼前的工作 專心做好自己要做的事情就是了 那說回立法會選舉 現在大家都知道有不少的風吹出來 就是覺得可能這個選舉會延後一年 不能選 那其實你會怎樣看這件事呢 當然不是一個理想的做法 或者這個是一個很差的做法 如果延後這個選舉 其實完全沒有必要的 這個更加彰顯了提出這個論調 要延後這個選舉的人 或者那個陣型 他們是多麼心虛 他們的心靈是多麼軟弱 他們才會想到 要用這些招數去令自己得一日安枕 其實換來的時間 是一件很無謂的事 只是表現出他們自己的軟弱 說不定你這個 暴選立法會知道 會在這個立法會選舉之前 就要拼下了 有這個可能性嗎 是的 我們沒有人知道前面會發生什麼事的 其實和我做專業一樣的 我做殯儀 我們沒有人知道自己何時去世的 說不定明天呢 但是不代表我們今天不做好自己的 我們都一樣 活一日我們又要做好自己的一天 是 講回區議會那邊 就是你是一個素人 空降去挑戰鄉心市的一個圍村 可以說是圍村的 其實現在你其實都做了一段 的區議會的工作 在一個鄉心範圍之內 是否這些工作的進展難度 又是怎樣 作為一個素人空降一個社區 去做一個區議員 當然就一定有工作量 一定有個難度在 因為你去熟悉社區 去了解社區的需要 了解那裡的居民的需要 這個不是簡單的事來的 但是很多人會擔心 你去到一個傳統圍村的地方 有些鄉市的地方 會不會很難呢 我經常這樣說 臨村在鄉郊來說 我認識都是比較友善的居民 比較文明的居民 跟他們溝通 其實我不是遇到很大的困難 因為他們都很願意去溝通 當然有個別人士 他們因為一些歷史的原因 或者因為一些其他各類的理由 他們可能暫時還未能跟你直接溝通 但是我覺得不重要 這是人之常情來的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同理心 是吧 他明天跟你攬頭攬頸 如果是這樣的話你更害怕 其實人不是變色龍 我欣賞大家有自己的想法 也都接納大家有自己的想法 你今天還未放得下這個 舊友的情況 那個習慣的話 不要緊的 我們給時間 是吧 但是也有很多的村民 很多的支持者 他們願意去溝通 願意一起去合作做好個社區 我贏得過選舉 也都有相當的人投我票 也都有相當的人 會跟你很原意的溝通 你這個佔了大比數 否則我就贏不了了 所以做起來 都是面對一個大的群眾 大多數的人是支持你的 有些人因為那個情已結的問題 我們彼此了解 彼此體諒 在那個鄉心法會之外 是否比較深藍的人士 有沒有對你有些阻力 衝擊 你平時這樣 這個不只是鄉郊的 全香港都有些深藍人士 他們的想法 我個人很難理解得到 但是都盡量去嘗試去想一下 他們為什麼這樣想法呢 你說是不是很多阻撓呢 我又覺得不是說很多 反而是有些很實務的工作 反而是跟政府部門 或者政府部門的合作方面 這個反而更難過 是吧 那個地區人士的問題 謝謝 他想問一問你自己是一個殯儀師 大家對這個行業都不是太過的了解 可否都跟我們行中的頻道的朋友說一下 其實是做些什麼的 你現在還在做這份工作 這個是我的專業 其實我可以這樣說 大家不要看得很神秘 這就是 起居飲食 這是人的必須品 生老病死 這是人的必須階段 你有病去看醫生 你不會覺得醫生 因為醫生存在 而靈致你有病 反過來 因為你有病 所以才需要醫生在那裡 是不是 你肚餓需要吃飯 人始終會死 過了身 就有人幫他處理身後事 就是這麼簡單的 我就是負責處理身後事 那部分的一個專業 這個是比較神秘的 是比較神秘的 但是這個過程中 你會用什麼心態去對待那些過了身的人 我們用一個心情就是 我們用一個很敬重的心情 去面對那個先人 也都用一個很關懷的心情 去服務後人 後人很想好好地 安心地送別他的先人 體面地 完整地送別他的先人 死者意義 我們不能夠改變這個事實 但是我們能夠為先人做到 我們能力範圍可以做到最好的事給他 就是為這個先人做到最好的這件事情 一直一直用一個敬重的心態去面對這件事 香港經歷過很多很多不同的情況 我們只要堅持 我們一定走得過來 一句說話我們很耳熟能長 但是也要心思細微的就是 不是因為有希望所以我們堅持 而因為我們堅持 所以我們有希望 所以不要放棄 堅持就有希望 民主一出路 仍然都是剛才說的兩個字 堅持 不要放棄 堅持 香港就有希望 香港人仍然要堅持下去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